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你 我相信大家听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问题 其实我自己对这个话题也非常感兴趣 不仅仅是学生 不仅仅是孩子 包括我们家长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把问题先给他记下来 或者你就直接写在我们的对话窗里 我在这个地方写个hello 你们看到就直接敲在这个对话窗里 把问题敲进去 那我们等到一个瑞老师讲完 我们统一来回到这个地方 给大家做这个Q&A 但是为了怕大家忘记 所以因为你听的过程当中 想到一个问题 然后过一会儿可能会忘掉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把它写下来 但是我们会留到最后 我们把Q&A留到最后 好吗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eel free to type them up in the chat and then we'll get to your questions by the end of the presentation all right so 我们今天的老师 Rui Yian老师 他应该是Yian Rui老师 他姓Yian 然后我们也管他叫Rui老师 Rui老师是 从事Data Science工作很多年 然后他是多大的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后 做了有大概15年的 Data Mining for Machine Learning 就是15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in data min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to Miss Yian Yian老师你好 请请你开始 好 把话中交给你 谢谢 好嘞 谢谢 谢谢Henry校长 首先呢 大家能听我说话吗 可以没问题 OK好 那个我首先 感谢大家 星期六这么个时间 能够花这个时间 来参加这个Seminar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 每个孩子和家长都有很多Activity 然后你们愿意把这时间 花在这个Seminar上面 我也希望今天这个Seminar 能够帮你们了解到Data Science 这个课程 然后也可以解答一些你们的问题 希望这个Section 能够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for you to understand 这个Data Science topic 首先呢 我之所以很感兴趣于这个话题 或者是之所以想起来 去有这么一堂课 是因为我首先呢 自己本身我很喜欢这个数据 Data Science这个工作 然后对这个领域 我也非常感兴趣 我从研究生到读博士 后来到博士后 全部都在做这个领域 之所以能做下来 甚至工作中也是 让我感觉到这是我的interest 所以这是我的passion所在 其实是因为我很喜欢 在这个挖掘数据这一块 非常感兴趣 然后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一个个人的喜好 其实因为我感觉到很多孩子都是在对一个未知的东西 他们会有很强的一个求知欲 对未知的东西 如果从里面 他能够挖掘到一些新的知识 新的内容 其实是一个非常exciting的moment 所以我很想把这个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孩子 或者是高中生呢 或者是还有成年人 如果你感兴趣这个领域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exciting的subject to learn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 我萌发这个想法 开一个这个introduction to data science的课程 然后还有一个呢 原因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呃 第二个原因呢 为什么data science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topic 去学习的话 主要是因为首先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数据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数据时代 呃数据爆炸 我想很多人都看过那个那个电视 对吧 大家数据是everywhere 呃大部分人我想都是在做 大家都是很多可能都是中国背景的人 然后大家用了微信 用小红书 我相信你们都有这个experience 在你在和朋友之间的聊天过程中呢 比如说你在微信里share了一个 跟朋友share了一个lululemon的一张照片 lululemon的一个衣服打折照片 付一张篷 然后你会发现可能很快 你在小红书上就会发现相关的帖子 如果你 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哈 我和我的女朋友们经常干这事 然后就发现哎呀 小红书今天又推送我啊 lululemon的这个裤子或者那个衣服了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behind the thing 他是在这两个软件呢 他们其实都是在背后 有个studying engine 去学习 learn这个customer的profiling 去对你们的一个对对我们的所有的行为 啊你发的图片呢 他去learn看你的什么感兴趣 然后像小红书他们呢 也是他每一个post都是有标签的 这些标签呢 其实就是迎合你的喜好 所以为什么如果你有留心了一下 你比较你和别人的小红书推送的东西 他是不一样的 不完全一样的 他为什么要personalize 因为他希望你能够增加对他的 呃 联合度增加对他的喜好 使得他你成为他的一个经常使用的用户 这样的话 他才是达到他的他的一个营销的目的 所以说其实这是这是数据不单单存现在 比如说是商家 其实数据是存在在所有的地方 everywhere 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数据 然后大家可能有在amazon买东西的经验啊 amazon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啊 你就visualbrowse了一个 比如说一个lego 你会发现可能在facebook上面就发现相关的链接 其实这些啊 explore这个IE这个browser 其实他们behind the scene 他都有在你的研究你的一个browser的history 然后呢 他去推送你一些相关的信息 这都是在数据分析 其实data science做出来的啊 data science behind the scene呢 他会建立很多不行的数学model啊 那个呃 mushin learning的model 然后研究你们这些大家使用户的数据 然后给给做一些那个推送引擎 所以会recommendation engine 这些东西会给推送出来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近几年呢 这个数据其实已经啊 涉及到每个人的身边 呃不单单是在这些金融方面啊 或者是说这些大家的business方面啊 现在还有很很大的在house的方面 特别是说我们怎么做personalized drug 就是说personalized treatment 这些全部都是要用数据数据来支持 所以数据分析呢 data science这个领域呢 就是其实硬核目前的这个趋势 然后就像我刚刚提及到的 因为数据太多了 然后呢各个领域他们大家都认识到了数据 其实啊不单单只是个data 其实它是一个gold 怎么去mining这个gold在这个数据里面呢 才是跟driving the business 如果一个business想成功 他必须要有很强大的这个啊数据 mushin learning在behind the scene 去support他们做每个business decision 啊我我自己因为在这行业工作了十几年 然后呢我涉及的数据呢 其实在这个图案 我刚刚列的这个图案里面呢 啊涉及了bank的data 涉及一半的数据 一半的领域 其实我都呃做过他们的数据分析 比如说bank的领域吧 bank and finance 如果啊大家想想这个数据里面 在这些长硬核的场景 什么情况下半个需要呢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地方啊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fraud detection 这就是叫欺诈啊 为什么我们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某个存在是突然就刷不过去了 啊你必须打电话给后台 但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它有个很强的各个银行 各个金融机构都有个很强大的 这个fraud detection的center 他们在背后在monitor每一个transaction 这些center的并不是人在那做 其实它有很多是这模型在那支持 每一个transaction过来 在real time的情况下 它就能够去detect你这个模型 detect这个transaction 它给一个label 觉得你是是一个fraud还是一个non-fraud 这就是所谓的fraud detection 但这些模型呢 其实很多都是raw-based raw-based的模型最传统的就是 用一些raw-based 我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一些if-else statement if这样的情况发生 然后这样的情况发生 然后那么then我们会label这个transaction be fraud or non-fraud 这是在典型在银行的行业 还有银行我想大家可能更有体会的就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在申请贷款 这个叫credit 建立一个credit model 这种model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说为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验 就是说为什么你在申请贷款的时候 然后有的人可以申请的利率比较低 有的人申请的得到的interest rate却比较高 除了他们之间竞争的以外 还有很强大的因素是reliing on每个人的你的credit history 这个credit history是怎么去build的呢 我们可能都听说 如果你特别是刚来加拿大或者北美的情况下 可能我们要赶紧build我们的credit history 你要去申请credit card credit card然后你要pay你的bill payment utility的bill 这些pay完以后 这才build你的credit history 那这个有一个 这么有有这么一个center叫credit union 他们就收集所有人的 每个人的这些credit信息 然后他有model behind the thing 去建这个模型去label每个人 大概你的credit score是在什么level 那银行呢 每次他们在做这个credit的 pull这个finance的时候 他就会去evaluate每个人 每个申请人的这个credit 看你是不是credit在足够的高 然后credit高是意味着他trust你会return the fund 他觉得你有这个financial的能力去pay the bill 所以他可以给你一个credit的越高 他会给你一个越好的一个interest rate 所以这些场景其实都是 怎么这些模型能够知道 我为什么说路人甲和路人椅 他们两个人的credit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based on他们的每个人的这些数据 然后之后建立各种classification的模型 来make这个decision 还有比如说我们说healthcare或者insurance 其实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可以给几个story 在insurance时候呢 我说的insurance是主要的 比如说是在drug drug claim这个场景是 比如说我们去shop shop买药 但是我指这种药 一般是chronic condition的药 比如说就是diabetic 就是比如说这叫 diabetic这叫糖尿病 对吧 糖尿病的药和高血压的药 或者是说一些做depression的药 那这些使用者或病人拿这些药的时候呢 他们都要去 shop shop make the make the 有transaction 那些transaction信息呢 都会被一个叫adjudication的center 他们收集 收集以后会发送给各个insurance company 然后比如manulife sunlife 他们都会process this drug 那这些drug的信息 干什么呢 其实会用来做很多 很有用的数据分析 比如我们每年 原来在我在一个公司 每年要发布业界的一个drug trend 这个drug trend report呢 就是说那我每个药是怎么样的 大家使用程度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也可以通过这些使用药的情况 去分析加拿大人的健康 健康状况的变化 比如我做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就是opioid analysis 大家都知道opioid其实就是鸦片 鸦片又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 我们都很了解 但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减缓病人的疼痛 就是chronic condition 病人的pain 帮他们减缓他们的病痛的这么一个处方药 但是因为这个药是非常的addict 所以说很多patient呢 有可能会cause their overdose overdose的opioid 所以会lead to suicide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业务 所以必须very well managed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数据分析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啊 比如说在covid 特别在covid期间 overdose的这个situation goes up 为什么呢 其实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因为在covid期间 特别在lockdown的period of time 大家的mental health其实是不stable的 特别对一些有病痛患者 他们的mental health其实是越来越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对opioid的使用率就增加 那使用率增加 但他又得不到足够的一些support 对吧 那个medical support 所以说有可能使得 他们导致overdose 这些是而且我们也发现在covid的 特别lockdown的period of time呢 mental health的 药的使用的情况也更加增加 增加非常大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发现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adhd大部分是小孩 在在青少年或者是 比较小的小龄儿童中发现 使用的adhd的这个药 adhd其实就是多动症 但是呢在covid的期间 我们发现adhd的使用率 会反而增加很多 在成年人增加增加很多 然后这些都是在数据中挖掘出来的信息 这个后来在在通过数据更增加 更深刻的理解 跟covid的lockdown啊 和所有的working from home啊 这些东西像那个就是external environment的影响以后呢 我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其实很多adhd就多动症的成年人在 他们小的时候其实可能并没有足够的去被认知这个病 所以说他们并没有被胆跟就是被啊呃呃 diagnosed的这个adhd 但是因为他们成年以后慢慢的可能一些行为举止可以通过外界的影响或者这个mental的growth可以outgrowth这个adhd的这个symptom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有ADHD 但是孩子出现ADHD的症状呢 这些大人呢在家里 因为在lockdown的period time的时候呢 他们跟孩子的接触就更多了 因为天天在家 也walking from home 孩子也是在家上课 互相的互动 天天24小时在家互动 正常的孩子可能都也会 dry parents crazy 像这种状态的孩子呢 可能就会诱发父母的ADHD症状增加 所以这是我们后来在一些数据中 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我就刚刚举的这些例子呢 就是说这是在数据Data Scientist 在各个行业领域 其实他们挖掘和发现出非常多的 有意思的东西 我想就是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比如说在COVID的期间 或者在任何时间 你听到680 News说 这个时候科学家发现这个 或者COVID的时间 发现这个vaccine 在对什么样的 哪个年龄段的孩子 他们的免疫力有帮助 帮助度是多少 这些并不是凭空出来的 这些其实都是Data Scientist做出来的 他们是通过收集所有的数据 然后通过一些统计的模型 或者Machine Learning的模型 然后最后得出了结论 所以其实Data Scientist 这个职业 其实渗透在工业界的 非常多的领域 那我也知道了解到大家 很多都是家长来参与这个Seminar 因为让孩子将来以后做什么 这也是家长非常考虑的一个方向 我也我自己是家长 所以我也理解 我认为呢 Data Scientist是一个Career of the Future 我就说自己的story 在我读 读这个研究生的时候 其实Data Scientist这个职位并没有出现 我还记得我在多大读PhD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黑暗的 有一段时间是就是觉得 看不清楚未来 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往下学 然后碰到学习中那些问题的时候 就想逃避 那个时候我曾经想去工业界找工作 然后找工作的时候 记得面试的一个小公司 那个Tim Lee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很明确的 让我就一直记得那句话 就是说他说 你做Machine Learning是没有Future的 然后当时我就 我我自己并不是那种别人说什么 我就会完全相信 或者就受打击的 我只是但是那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刻 我就记住了那句话 然后我还是后来还是 我当时觉得可能Industry当时并不适合 我自己可能没有Ready 所以我后来又回来继续读PhD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我PhD读完的时候 我做做了一段时间Post Postdocs在 在做在Ontario Cancer Institute 主要是做癌症研究研究 之后呢我去找任何所有的工业界的工作都非常容易 因为所有的Data 我发现Data Scientist的这个职位非常多 基本上就是无缝连接 基本上你想只要你什么想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 Data Scientist这个position很多 然后我即使现在我也知道很多大厂都在lay off 对吧 这cutting down 但是到现在我还经常会收到一些Data Scientist 那个recruiter来找就说你有这个position呢 是不是interested 所以就我感觉呢 这毕竟因为各行各业 从IT非常大厂 比如是Facebook他们到一些小的或者一些传统行业 他们这个职位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像我现在列的这个表 以前呢其实很多的是叫Data Analysis 并没有区分Data Analysis跟Data Scientist的区别 现在慢慢的你看这个表格里面 Data Scientist Data Analysis是不同的 甚至还有Data Engineer这些他们其实是 他们要求的重点重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说Data Analysis是大部分呢 可能是相对于他们skill set可以simple一点 需要一些啊懂一些excel的啊 怎么用excel处理数据啊 怎么用如果稍微啊 稍微深一点可能会用sql language去处理数据 怎么通过数据库拿数据出来 那么Data Engineer呢 可能就是说我要会很强的用Python或者用R 但是工业界大部分都是用Python现在 然后呢他们可能需要的是 更多的是怎么去实现这个模型 那Data Scientist就是我感觉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行业 就是他不是重心在怎么去把这个产品去工业化 或者是变成一个啊 就怎么不是把它工业化 而是实现一个实现它 就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我怎么用啊怎么去分析它 怎么建模型去把它实现到那个需要的客户需要的要求 然后呢我做一个prototype 然后可以用Data Engineer去实现 这是最一个ideal的solution 当然现在目前呢因为我感觉的是这个行业 这个职位相对来说比较新 它并不是在所有的公司都是这么非常很明确的分块 所以说呢Data Scientist的要求呢 还是比较综合的 他需要懂很多的数学啊 对数学对一些啊做做coding 还有一些machine learning 他的知识都需要有 所以说呢我下面一个啊 就是大概是一个Data Scientist怎么样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Data Scientist 像我呃从晚上找了这么个图 我觉得他写的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大部分呢Data Scientist 还是需要有一个足够比较多一个高一点的学位啊 至少是一个graduate student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有足够的啊一个training training的process 在研究院基本上是比较多的training啊 怎么去做研究 怎么去思考问题 这是一个Data Scientist 其实必备的一个啊mindset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的skill 如果Data Scientist是不会做coding 那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Data Scientist 你不可能一直reli on别人帮你去实现 所以必须要有个非常fluent的program skill 嗯还需要statistics 因为我们数据 就说Data Scientist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呃话就叫 gabbage in,gabbage out 如果你进入这个模型的数据 没有好好地处理 没有好好地去understand的话 任何你做出的模型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统计啊 还有一些啊 统计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 然后当然我们需要一些 motion learning model的knowledge啊 其实现在目前呢 我感觉Data Scientist的入门期 相对说比较低 在我读研究生 当然很多年之前 我们是需要自己去implement很多算法 嗯比如说大家说什么 kaneers neighbor啊 或者是kmean啊 这些方法 我们是要去看文献 了解人家具体是怎么操作 然后自己去写code去implement 但目前现在来说呢 因为这个啊 这个这些技术太强大了 我们只要call一个library 直接就可以拿来用 就是不需要去做模型的人呢 去understand这个算法的内部的 特别多的细节 你只要understand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是干什么的 这个算法的assumption是什么 是不是适用于你的data 就可以实现 呃可以建模 所以这是一些data scientist skill 那我自己呢 就刚刚啊 Henry校长也是提了 我是从多大专制系毕业的 啊我在那读了博士 啊我在多大读书的时候呢 我的方向 我的数据的研究 主要方向是做pattern analysis 我做了很多bioinformatics data 也就是我用了很多基因的数据去做研究 当时我还啊感觉自己还蛮酷的 因为那时候基因也是感觉DNA sequence也是比较fancy 感觉可以研究到很前沿的一些啊信息 后来呢我去了那个Ontario cancer institute 去做cancer research 呃和一做了一些啊 呃那个 呃叫什么叫 呃就比较一些得 就是基因sequence的里面 cancer得病的病人和一些就是容易好的 就是没有病患的区别呃做了一部分 做了一年半的postdoc之后呢 我就去了啊我的internet的connection 可能表现现在是不stable 我不知道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没问题 我们可以听到啊 有一点点 谢谢啊 听过来呢我就去了 有一点点卡到但没关系 哎好嘞 如果有问题的话 如果突然出现很大的那个block的话 给我 那个text 呃谢谢 然后呢我还就是我今天我做了很多年的finance data啊 就像我刚给大家的一些example 怎么for detection啊做什么credit 就是预测大家的信用 对吧 当时还参考了很多国内的阿里巴巴他们的呃 马里夫啊 也是对他们的数据做 对他们的这个模型 呃进了些了解 然后还研究了一些啊 insurance data呀 这些我工作做了很多不同的领域 我觉得这些对我帮助非常大 呃我在工作中也感受到了自己当 junior data scientist的后来到现在这么多年 我也跟很多junior data scientist在一起工作过 也看到他们犯了很多不同的错误 所以我自己也理会很深 我感觉这些这些经历呢能帮我 就是我在呃交小朋友或者高中生 会想去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有一些啊 有些弱必须要就是有些啊 flow 你必须去理解 比如说首先呢必须严谨 这个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数据你不能说我差不多就行了 这是呃这是不可接受的 还有是做数据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个什么样的啊 你不能一来就马上去去做他 你必须先了解数据 先要看你要花足够时间把数据了解了以后 才能去做还有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特别是我记得在华卫做呃 做数据分析的时候感触最深呢 就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是比较senior的呃 data analysis data engineer 当时都大家都很有想法 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很很想一一直玩 做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做 但是呢时间就是那么多 你不能一直做做做就做偏了 因为其实你抓住一个点就做偏了 其实要还是要看洪光的 所以说呢我后来就感受到很多 在做这个领域的时候 不单单是你的一个啊skill set 还有一个是这种这种宏观观念 还有是说啊怎么去measure一个project 怎么把你的你的认知 你的了解放在有效的放在这个project里面 去answer the key question 而不被这个里面的所有的各个别的信息给drive away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我所以这是我的一些收获 然后我觉得这些收获其实呃希望能够呃引导或者帮到呃感兴趣去做这个上这门课的呃学生们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经验 然后呢我呃呃我下面这个呢上data science这堂课呢我希望大家就是你去expecting什么呢并不是说呃我希望大家有个共同认知就是说不是让这门课你觉得就结束以后我可以be a good data scientist 对吧我可以去啊 working in the industry没有问题我可以独立去掌握这个并不是这样子的 data science呢是一个 long term必须要有圈领的 有一些真正的圈领 要有个hand on的experience 做几个project 你才会比较confident的去 去独立去抵挡这个 这一面的角色 那么这堂课呢 我除了想让大家understand的 这个python在这个data science project里面它的重要性 了解到一些key的一些方法 python是怎么去做的 还有当然我们还希望 能够给孩子们介绍到 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 主要的machine learning的算法 machine learning是一个 非常大的topic 里面有一些很传统的 比较key的或者basic的machine learning 比如说怎么做clustering classification这些东西 prediction这些全部都是machine learning 必须要懂的东西 这些我们会都涉及到 还有一个process 就是说data scientist 到底是你做一个project 到底是end to end solution 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这个process有些一个 都必须要不能skip some process 当然我们有些部分可能可以skip掉 但是都要有这么一个flow 这是我想要 大家能够学会的东西 因为只有你知道这个架构是这样子的 你才能够中间灵活运用啊 你换不同的问题 你就知道怎么去他 但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呢 其实我是想传授这个problem solving的问题 因为一个问题来了 它不像数学啊 或者是说写作都能够很直接的 就一个很key的crushing在那 有的时候说的这个问题 并不一定是一个 有一个fix solution 每个人看着一个这种情况 可能有不同的解答 不同的方向上去 去想想 最problem solving的这个skill sign focus的东西 做research 因为毕竟呢 cover到python啊 machine learning的所有的知识点 我希望在教学过程中 那孩子们学会 再碰到一个不会的东西 我怎么去找答案 怎么去找我想要的信息 这是我也想能够锻炼 training的 你刚刚那个声音完全被卡到 你能不能再重新说一下 好嘞 我是讲完problem solving了吗 那部分大家听到了吗 对那个地方讲了 然后后面就卡到 好明白 我就是想说 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 我希望大家 就是希望这档课 可以给孩子训练的 就是presentation 就是怎么去把你 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 找到的insights 怎么去deliver给客户 怎么deliver给大家 因为这是我发现非常重要的 大部分可能 我自己也在内 学理工科的学生 大部分是可以做 但是不能说 或者表达的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好 我自己也是在读书和工作中 慢慢慢慢积累 我现在觉得 怎么能够把你懂的东西 让别人也明白 或者是让别人说服别人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skill 所以我也希望呢 这堂课呢 能给孩子一些这方面的锻炼 让他们能够说 我做出来这么一个项目 我怎么能够让同学或者老师 都能够听明白 我做的这个点 我的conclusion 为什么是这么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这样才是相当于 你的东西就是你的product 怎么可以sell to别人 这是一个 我希望能够锻炼孩子们的 一个方面 所以这堂课呢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就 我后面有两 有几页 其实就是说 这个课的structure了 目前呢 想开这两门课 一个叫data science one 一个叫data science two 每门课呢 我都想用case study的方法 能够带孩子们 就是先带一 我用一个case来 demonstrate的这个concept 然后可以有 大家再做些别的 那个exercise 用别的case来 让大家自己去锻炼 然后每一个呢 我都希望是说 有比较多的hands on的时间 所以基本上每个 每堂课都是会让孩子们 自己带上电脑 自己去练习 中间我 当然我要先讲讲课 然后让孩子 做一些很多的练习 这样的话 他们才能够熟悉这个 这个语言 和熟悉这个knowledge 然后呢 这两个课的区别 data science one 相对来说是 可以有一些基础的python 稍微懂一些python 并不需要 是在python里面 就已经非常master了 懂一些python的basic 然后呢 我会花两个 两节课的时间 给大家review一些basic concept 然后就开始介绍一些 data analysis的一些library啊 怎么去做数据分析啊 拿一个项目来 我们拿了这个项目 拿了这个数据 我们应该怎么开始下手 怎么去了解 然后有些什么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什么问题 最后我们怎么去把它 做presentation或讲出来 这是我data science one 想给大家的结构是这样子 data science two呢 主要是面对一些孩子 他是在python上面 已经没有问题了 他基本能够独立做一些项目 做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 只是说他可能在machine learning上面 完全不明白 或者是说需要想要提高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就直接上data science two data science two呢 一开始也会有那么一节课 稍微review一下 怎么做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 不要不涉及到machine learning的 不需要建模型的 然后呢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专门就讲machine learning的 几个大的concept 比如说classification啊 clustering啊prediction 这些会在data science two里面讲 然后这两堂课呢 我们主要的language 全部都是用python来 来讲 然后这case都都会有不同的case study 我的case study的想 我是这么想 因为我想把这个接近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锻炼 而且接近跟工业界相靠近 所以我很多case呢 会选用在 如果在python上面 会用一些lead code上面的 lead code的这个library 这个网页 我想大家如果做it的人 可能大家都知道 里面都刷题的东西 我希望因为上面 我感觉到有简单到难的 不同程度的一些coding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些来开发 大家孩子的一个 就是一个能力 如果说是基础差点的孩子 那我们可以从easy的开始 基础好一点的孩子呢 那我也会给出一些题目是难的 让他们看看自己能不能挑战一下 自己的极限 对data science two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这里的case study呢 很多 那就有很多 我会弄一些开口的一些数 那些问题 这都是open source的 然后上面有些问题的数据 也都是opublic的 然后我们可以每个孩子 自己建模型 或者是组成team来做 做这个做这个项目 所以这是大概的数据结构 这课程安排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问题 是没有python基础的孩子 合适吗 如果是没有python基础 但是有一点别的任何 programming的基础的话 应该都可以 data science one 因为毕竟python 其实并不是要particular 这一个python language 其实只是不同的 不同的syntax 就是不同的语法结构 稍微如果有一些 上过任何的一些 或者自己学习 做任何的coding的话 只要有一些这个大概的基础 他就可以来上data science one 如果还是不太确信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 一个evaluation 或者assessment 所以让孩子们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觉得做这个题目 不是很难 我可以可以掌握 可以做得了 那就可以来上这个课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安排 然后我想先看看 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你可以 你可以继续 然后我们可以把问题留到最后 好的 后面还有两个 我准备了大概两个slice 主要是说具体我们这课程安排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呢 我想这个是 首先呢 我这个python basic呢 我是会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些 用python的一些平台 然后可以 首先大家都是有电脑 然后在自己电脑里安装这个 Jubit notebook 或者用google colab都可以 然后主要会介绍一些library 几个package叫numpy和panda 这几个是在数据分析里非常常见的 必须或者必用的一个数据结构 最后呢 因为我们在做数据分析 involve非常多的visualization 所以说呢 这几个library是myprolib和cbom 是我们要经常要用的 python dashboard是一个非常酷的 一个interaction的interface 如果有时间我也想介绍 然后呢 这个主要的我 像我之前说的 我们上课的很多是 in class exercise 主要想要有孩子们有个 很多的练习 因为我我感觉 自我感觉我做做coding的话 我觉得不练 纸上弹冰是没有用的 必须要练 而且必须要做很多的练习 如果小朋友或者同学们 愿意去自己开发题目 有问题来问我 都是非常欢迎的 我也会准备很多由前入身 根据孩子不同的level 我希望给挑战他们的极限 所以我会准备一些 easy medium hard的 不同的question给大家 然后开口的这个datasets呢 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网上其实 如果的孩子们做到后面 做得很开心的话 都可以去参加他们的竞赛 就是你可以组team 或者自己做 然后去submit你的solution 给这个开口 主委会 然后看看你做的performance 怎么样 也能不能得奖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但是呢 这些都要建筑在还是在这些基础的知识 他们能够游刃有余的做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 我也可以帮助他们 然后data science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主要开我的machine learning的 topic呢 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 unsupervised learning 还有包括clustering classification projection 这些都是会touch based的 我知道还有像machine learning 里面还有很多别的cool的 比如说new network呀 什么NLP呀 这些内容呢 我们暂时在这堂课里面 不会cover 因为这堂课相对来说 还是要把一些主要的key的 或者最common used的 这些knowledge介绍给大家 然后again也是用很多的case study 来来cover 通过这些case study去练习 怎么去实现这些模型 实现这些模型有什么 就是还有不同模型 怎么比较 这是我们会要主要去focus的 然后呢 最后呢 我是希望这两堂课都最后结束 都是用一个presentation的方式 就是每个孩子 或者是每个孩子 各自做一个project 或者组成team 怎么能够把你们做的东西 给大家讲出来 然后让大家convince大家 这是你的 你的 你从这里面做的insights 然后这是我想要最后 就说最后这个 最后的分数吧 term project分数 就是用这种presentation的方式 来来做出来 这是我准备的所有的材料 应该会没有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了对话框有 这课是我觉得是咱们是in-person对吧 henry 校长 对我们是这个课的设计是in-person 因为这个课我觉得还是有很多interaction 所以现场线下的教学效果会好一些 对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写coding 最怕的就是孩子在那发现一个问题stuck在那里 然后也没有人帮忙 因为特别是刚开始的beginner的时候 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一个error message 他都不一定知道怎么去处理 所以这个方式这个时候必须是in-person能够更加有效的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这些问题 不要被一些这种很很小的东西给影响到自己的progress 所以我觉得in-person会有很有帮助 适合的当然他如果能够有一些像刚才瑞讲的就是如果能有一些不一定分得是python 但是programming的一些基础可能更容易让他能够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建议可能是八年级 八年级级以上 当然如果有的学生他之前programming学的比较多 而且他也学过python 我觉得可以这个小一点 比如说七年级也有可能 但是那个可能我建议是有一些这种python的基础 对 我们也会有一些 我会准备一个课情的assessment 孩子们可以测一下 或者跟我想跟我聊一聊 我们也可以安排这样子 可以了解一下孩子的程度呀或适合度哪门课呀 因为其实比较多的并不只是个纯粹的coding 我还是主要是想要一个解决问题能力怎么思考的能力 这个东西可能需要稍微mature一点才比较容易不会受特别受受阻 是还有就是年龄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年级 八年级啊等等这些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更准确的可能是像刚才瑞讲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assessment test 就是我们叫我们叫测试了 所以如果孩子或者或者家长 不说很确定 他适不适合参加 你可以你可以做一个这个assessment 还有这开课时间 开课的时间我们现在的计划是从新的学期 啊就是我们的春季学期啊然后具体的日期啊我看一下哈是二月二月的第一周啊呃就是我们的春季学期的开始 还有一个问题是学生人数有限制吗 学生人数我们尽量呃保持在十个人以内啊 呃所以这个我们会会会肯定会有一个控制 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开课 因为我想另外嗯你说另外不好意思我我多说一句哈 另外这个班其实我是呃我是有一点小小兴奋啊 因为我我我我可能会是这个班里面的一些学生 而且我也期待哈这个班有可能是呃 除了我们的这个孩子们之外有可能呃成人或者我们说家长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也可以参加啊我个人可能会会会会参加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很有潜力的呃一个领域 不一定我将来要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可能我会我会想更多的去学习和了解 呃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对对 每周一次每每每每每节课两个小时是这样 啊 瑞后面有一个问题啊 啊 Data Science课程是否会和Big Data Challenge这样的比赛啊挂钩啊 如果不参赛您认为对大学申请的帮助是什么还是主要以培养兴趣为主 呃我我可以回答一部分这个哈因为大学申请的那个我来说对对我也觉得是啊 Data Science课程呢呃我们目前因为你要跟Big Data Challenge这种比赛的话那肯定还是首先你要 必须带我觉得上班Data Science课程才能考虑这个方向的这个这种问题所以要看到时候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开这个课嘛 然后我也想看到到时候孩子的呃状况如何或者是说呃大家的兴趣如何如果是有这种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但目前呃为主因为要做这种比赛其实Big Data Challenge 或者因为开口这种竞争赛其实呃都必须学完至少Data Science课程之后才可以考虑的东西呃我也想再说一句话就像开口这个就我在在我在行业中工作中有很多人来面试哈都会说啊我参加我我我有做开口的一些一些题目呀或者我去参赛呀开口这其实是个非常火的一个就在这个Data Science这个领域中是非常有有价值的一个竞赛 对于这个活动好哈利你可以回答下面一个问题吧好呃对大家申请的帮助啊呃对大家申请一定是有帮助呃这个我们我我我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讲个讲个小故事呃呃这个学生是华姐卢地区的一个学生他是呃19年二零二零二零年忘记了被哈佛大学录取了一个一个一个印度裔的一个一个孩子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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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engagement 那为他争取到了非常好的 这种入学的这种条件 那结果是他被哈佛大学早生入去 所以我讲这个小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竞赛有没有帮助 当然有帮助 但是竞赛是不是唯一的手段 可能也不是 所以如果有机会参加竞赛 像刚才瑞奕讲的 那你要ready 就是说你得 你自己要各个方面要准备起来 包括你要接这个读完 像Data Science 2 那像Big Data Challenge 包括Kaggle 其实Kaggle在 我自己原来是IT类行业 当然我已经离开旅行业有几年 像Kaggle这个竞赛 Kaggle Competition 是非常recognizable 就是很多像刚才瑞也讲 很多公司去面试的时候 我去申请这个职位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present的就是我的Kaggle的Competition 的results 那当然你的大学申请一定会有方式 好吗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需要竞赛 你需要的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真正去展现出你自己的那种interest和passion 然后真正能够展现出你的commitment 我在这个地方我做了我的effort 这个是这个是对你的大学申请会有帮助的 周几上课确定了吗 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春季的课表已经排出来了 Data Science这篇课是周六上午对不对 我如果没有记错了 是的 周六上午 两个两个level的班都在周六 一个是早晨9点 9点9点 还有9点半到11点半 另外一个就是12点到2点 我还想补充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在工作中 其实在工作 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有的工作中的孩子 其实他是一个高中生 他过来做intern 他其实会得是很简单一些 Data Analysis的东西 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当时也很疑惑 原来他是一个高中生 其实如果上完 如果真正是能够掌握这些课程的内容的话 完全是可以应聘到高中 那个internship的 如果能够有这么internship的经验 那肯定是对大学的申请是非常有帮助 而且Data Science的这些课程 其实在大学里是上 他是有相同内容的 所以如果而且我觉得 我之所以想开这课的初衷 也是想引导一些孩子 对他们可能对一些未知东西很有兴趣 对一些Problem Driving的东西很有兴趣 但是他可能并不知道 这是一个方向 或者是怎么去做好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motivation 或者给他们一个引导 这对我自己本身而言呢 因为我之所以走到这个行业 其实我是非常意外的进入这个行业 我当时是在读本科的时候 我那个我因为很喜欢写coding 然后我本科的时候 那个老师夏天的时候 就让我做他的research student 我是帮一个PhD学生去coding 做完成他的research 后来呢我就跟着他 继续跟我这个这个呃 那个计算机老师 读了他的研究生 然后慢慢就进入这个领域 因为他就做这个领域的 然后做完这个这个直接后来继续读 博士的时候之后做在所有的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都感觉到这是我真正很喜欢的方向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我以前那个老师 他相当于给我领进了这个这个领域 嗯他还有一些他讲课的一些方式啊 怎么能够激发起孩子上课一些兴趣 因为这个课我并不希望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我教孩子听的过程 因为那就没有意义了 孩子上课可能就觉得很boring 所以这个课我希望尽量是弄得比较active interactive 这样的话 所以说必须还是in class会比较好 然后希望能够让in person比较好 这样的话 希望孩子们呢 通过一些上课的一些 啊比如说小的小game 然后或者是一些小的不同的exercise 能让孩子们更加engage 上课的一些内容 毕竟可能这个跟课堂上交东西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其实就像一个啊 世外桃源一样 如果孩子们一旦一旦能够进入这个门 会发现里面是大千世界 特别有意思 我就希望能够开启他们对这个啊 这个世界的打开这门 引导他们进来 然后教会他们怎么去 怎么去自己挖掘 怎么去自己去去做research 这样的话 他们以后的就是他们的潜力 并不只是这一堂课可以教教会的 一样啊 我我再多说一句啊 就刚才谈到呃大学申请的这个地方 大学申请尤其是美国大学申请 美国的大概是top 10 或top 15 这些学校啊 那么他们在看学生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们是有两部分啊 一部分就是你的你的academic performance 那还有一部分能实际上 这个叫personal performance 当然一般来讲我会管他叫 只要你所有的课外的部分啊 都是都叫这个personal performance 那在那个里面啊 有很多很多很多项目 很多很多这种活动啊 你都可以参加 但是data science 这样的项目啊 其实我认为他有一个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相对比较新啊 或者说我们用一个比较比较这种啊 那个叫叫蓝海 蓝海啊 那蓝海的意思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就是相对来讲做的人不多啊 那你的竞争就会相对少啊 那你如果是其他的一些啊 非常这种红海的一些活动 或者项目啊啊 参与的人很多 然后呢当然你的这个凸显 你自己优势的这种概率 就会就会小一些 那像这种很新的项目 包括data science 其实我之前也谈过像我们的 cryptocurrency 就是数字货币加密货币这个领域 都是非常新的啊 technology 所以呢 这个就是典型的蓝海 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里面 如果我们只是从大学申请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你在这个里面做出成绩来 能够让你在这个地方 能够脱颖而出的概率 就会大很多 好 有另外一个问题来自Angela 大概都会有什么industry的case 举两个例子可以吗 好 这个是我基本上确实会找一些case study呢 是比较联系到孩子让他们比较容易懂 不会说是一些问题觉得没有直接联系的啊 会拿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想怎么预测房价 还有比如说Covid对吧 咱们大家Covid大家都非常有这些数据都是网上都有的 我会找一些相关的这些数据然后让大家去做一些分析 啊我刚刚说房价也是预测也是一个方向 还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cancer呃数据form cancer 怎么去预测cancer 这也是一些怎么预测survival rate 就是measure survival rate 这些都是可能会在case study里的东西 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有很多我也在想怎么能够找一些有潜入生的一些case啊 所以并没有翻到来这个每一个这是大概的一些方向 好的 Level1全部都是用Python吗 Python学过现在正在学Java会不会混淆这两个语言 我先帮瑞回答一下吧 因为我自己原来是在一个IT行业不会混淆啊 我认为这个不会混淆啊 两个语言甚至更多语言都不会 因为其实像这些语言它的大概的原理都是一样啊 只不过有一些是syntax方面的一些区别啊 比如说啊这个有的语言写逗号 有的语言写分号 其实就是这些syntax的区别 对啊嗯没错啊 其实对我这两门课全部都是用Python 因为啊基本上数据分析最重要的 其实是最最common的语言 其实Python和R 啊如果会了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也是随到渠成基本上 只是syntax有一点点细微差别 嗯 Python是比较多用在工业界 因为它是一个platform independent的语言 也就是说你在apple上 在unix上 在那个windows里面全部都是同样 不用再改这个语言 嗯 那个java呢 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会java 那Python学习可能也是更简单的 因为毕竟是那是object oriented language 相对来说其实比Python要难 嗯不会混淆 这个一般学学做程序的 基本上都得会几个语言 所以说这不会会混淆的 嗯还有一个问题 from Lily 刚刚老师提到process课程中 我们必须会讲这个 课程中会讲到process吗 啊 我说process其实是在做machine learning 和data analysis的一个process 这肯定是要说的 因为这个是融会贯充到所有的project 必须要做这些 好 嗯 Henry 这是 上课地址是在密室吗 回归在万金也开 啊 目前我们的开课的计划是在密室啊 是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总校区 就是明沙家这个校区 啊 目前没有计划在万金啊 那以后啊 随着我们这个课程的展开啊 如果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到时我们到时可以看一下啊 但目前目前的上课的地址是在密室沙家 啊 安德鲁问这门口和AP statistics有没有联系 我我我先说说一下啊 然后瑞你可以补充啊 我我我认为没有直接的联系 没有直接的联系 啊 因为啊 AP statistics 如果你去啊 去看的话 对 它的基础是data management 啊 但是那个更多的是从数学的角度啊 那这个门课呢 更多的是啊 数据的应用啊 所以它是更多的是在应用的角度 对没错 这个它不会直接联系 但是可能互相会有有一点帮助 也可能学了AP statistics 可能会稍微有些内容 它会觉得这面比较熟悉 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OK 今天问题还蛮多的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或者你们都可以把话筒打开啊 如果觉得敲起来不是很 不是很方便的话啊 可以把话筒打开直接问都可以 我们还有 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个人其实对这门课 是有非常大的期待 因为这个领域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一个 这种有巨大的潜力 而且瑞在 第一章还是第二章的这个slide里面 你再讲到 你可以翻到第一 好像是第二章吧 就是这个CEO的一个数字 这个是这个吗 对对这张 没错 83%CEO 他们期待这个workforces to be data driven 所以这个是 未来的这种潜力是非常大的 就是我们 这个不应该说是预计了 这应该说是现在正在正在发生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很多领域 很多职业 在被 在被人工智能 在替代 那相对来讲呢 我们在整个的数据分析 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是 这肯定是一个 朝阳的一个行业 就是在 一定是 需求和潜力是往 是向上 Uptrend trajectory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行业 所以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都觉得不仅仅孩子 包括我们 我们都有必要去了解 去学习这个领域 好 好像又一个问题进来了 对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报名 多少次课 第一节课可以试听了 第一节课可以试听 我们的学校的policy 没有变化 第一节课是可以试听的 报名可能我们很快就可以 就要开始了 我们的春季课表 刚才讲了 春季课表 其实基本上已经 已经完成了 可能最快 可能下周 就可以跟大家见面 那我们春季课表 这个公布出来之后 应该就可以报名 估计就是 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的时间 报名就应该可以开始 一共多少次课 锐 一共我们的这门课 每个level是多少次课 好像十二节课 是十二节课 目前是十二节安排的 就是level1和level2 DataScience1和DataScience2 都是各 我们目前的课程设计 十二节课 还有个问题是 DataScience的未来会变成更多 如何使用AI吗 这个其实是这样子的 DataScience AI呢 就是更多的neural network在里面 然后数学要要求更多一些 其实Machine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基本上是很相似的 只不过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并没有介绍到 哪个neural network 但是呢 什么NLP啊 就是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啊 这些其实都是 就是相当于稍微更深深一点的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什么 用AI来下向企业 那叫reinforced learning 那也都是在这个big head底下的一些不同的concept 但是呢想要学那些呢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入门 然后如果以后有就是但那些需要更强大的数学支持 就是说那不是我觉得高中生的数学可能暂时还不能够support的那个对那些的理解 但是那这是确实是给他们可以奠定一个基础的东西 嗯 Henry下面有个问题应该是 OK 学校或者老师会帮助找co-op 啊 说这回答这问题之前 我有另外一个oven给我private message 说i cannot hear anything 好像其他人没有这个问题啊 那麻烦您看一下是不是您自己的设备那边的情况啊 因为我们好像其他人都可以听到 好吗 嗯 呀 ok 我们回到安置了的问题啊 学校或者老师会帮助找co-op 啊 啊我们随着这个课程的展开 我们会跟一些啊这种industry 行业或者说一些公司会会这个去建立一些联系啊啊啊那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会不会帮助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帮助 如果啊孩子具备这个具备这个条件具备这个能力的话啊但是我们现在不能不能呃promise呃什么东西啊 但我们一定会往那个方向去去做 啊 安置了另外一个问题目前是level1和level2啊如果两个level都学完之后啊做什么啊学校是自己带学生是自己带笔记本还是学校弄学校啊设备是要自己的啊 啊那个啊 瑞有一个关于设备的一个简单的一个requirements啊那个应该应该 现在我们的这种我想近几年买的电脑应该都可以满足啊这个应该对硬件的要求不是那么的高啊 啊那瑞你能回答一下那个问题吗 level1,level2之后啊 对这个我们目前是呃因为这是我们刚开始开这个方向的课程 我们目前是level1,level2 主要是也想看一看孩子们到时候的反馈怎么样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啊 嗯 兴趣是往继续想往更深的走呢想走level3 所以比如说我们真正涉及到一些neural network的东西这些也是可以考虑的这是我们想慢慢先看一些上课看一些孩子的反馈或者是说孩子更感兴趣做一些项目project 或者是想做一些contest参加啊之类的这些我们都是open for discussion我们都可以讨论啊后面的方向是怎么走主要是希望得到一些feedback孩子们的feedback 啊好啊不知道这个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嗯很好谢谢 嗯不客气 OK啊我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啊就可以啊 暂时到这里啊然后啊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再啊随时联系我们啊然后我们可以跟跟瑞一起来来讨论好吗啊 春季课表像刚才说的有一家人也在问就是我们大概可能就是下周啊就可以跟大家见面然后就春季报名就可以开始好吗 因为这个班啊因为这个班啊我们的人数还是有有上限大概10个人左右啊所以肯定是先报名先先先先拿到后面可能就就如果我们那个报名上前满了就没有好吗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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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拜拜